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都喜欢参加婚礼 那是一个很美的一场盛宴 而什么是最重要的婚礼呢 其实如第十九章告诉我们 在末日有一场最重要的婚礼 一般的婚礼很美 美在哪里 美在许多两个浪漫的一个记录 美在两个人 尾声要一辈子往前走 不单是为圣 而且在神面前一个立约跟承诺 这是婚姻很美的一个部分 而地上的婚姻很美 但在末日有一个更美的婚姻 是基督是新郎 而圣徒是新娘 末日是一个美丽的婚宴 要举行的时刻 而当中你我要参与其中 当中特别提到了 我们要穿上礼服 这个礼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行 这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 圣经道路的最后 提到了有一场美丽的婚礼 要结 这一章告诉我们高杨 婚娶的时候到了 新夫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 得穿光明 洁白的细马衣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是的 地上的婚礼 见证爱情的美 但人的爱有很多的有限 但是有一份永恒爱 美丽的爱 是高杨的婚宴 是耶稣基督 伸出手来 邀请我们加入这 永恒与他立约的婚礼 成员我们 神帮助我们 能够遵行神的话语 行出义 以至于我们有光明 洁白的义袍 礼服 参与这个美丽的婚宴 我们来祷告 肯定是神打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看到最美丽的爱 在耶稣里 耶稣渴望我们 预备好成为圣洁的新娘 与神立约 让我们今天预备自己 干净 无瑕疵 遵应神的话语 穿上细马衣的礼服 来荣耀基督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